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大家瞧瞧看到马斯克在股东大会上 乐得手舞足道的样子 相信股东们更期待 他会把重心放回特斯拉多一些 马斯克在前几天也宣布 他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特斯拉的 Master Plan的第四部曲 除此之外 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 多血腥 除了将与大家分享一张有点吓人的图表之外 曾经以当特斯拉杀手为目标的车厂 又一间于近日宣布倒下了 以及在美国哪一款车号称最Made in USA呢 答案揭晓竟然是特斯拉的Model Y 但同时特斯拉的另外一款车排名却大幅滑落 可能对原因为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更多的消息都会在今天的影片与大家分享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花大量时间整理了这些资料 对你了解电动车板块有些帮助的话 真的要求不多 只希望各位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并且确认你已追踪我的频道 这就是对我这实质的鼓励啦 安主也非常感谢各位愿意花这一秒钟支持我的朋友们 在这边就先谢过各位了 马斯克的高额薪酬奖励计划 上周在股东们的投票正式通过后 虽然还不能说前已入贷 但至少他能拿出有利的证据进行上述 大幅增加了获得这几百亿美金的机会 而我相信所有投赞成票的股东们都希望 马斯克能够把重心再度放回特斯拉 如果能带领特斯拉回到几年前股价飙涨的时光 那就太美好了 非常快马斯克给出了回应 在这周小早 马斯克于X上宣布 他将开始着手制定特斯拉的Master Plan的第四部曲 并且宣称这计划将能用史诗集来形容 虽然许多不喜欢马斯克的人说他只会空谈 我们就先来看看在之前他所制定的Master Plan 到底是空谈还是真的有默默实现呢 早在2006年8月 马斯克首次发布了他的大师改造计划第一部曲 他的计划依据是先制造跑车 接着用这笔钱建造一辆负担的起的车辆 再来再用这笔钱制造一辆更便宜的车 最后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 也提供零排放发电的选择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过去特斯拉确实真的是按照这个步骤在成长的 从一开始推出最昂贵的Roster跑车 接着Model S Model X等高阶车种 同时让大众了解到电动车真的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使用 接着再推出Model 3与后来的Model Y 也正是此时社会大众开始大量的接受电动车 同时也迎来特斯拉之前股价最辉煌的时代 这段过程虽然艰辛且不容易 但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的股价真的很美好 而接着马斯克于2016年发布了Master Plan第二部曲 这次的计划更着重在能源以及自动驾驶的部分 其中包含了透过整合电池储存 并打造让人惊叹的太阳能屋顶 以及扩大电动车的品项来涵盖所有主要的市场 自动驾驶的部分则是让车队进行大规模的学习 开发比人类驾驶还要安全10倍的自驾系统 最后让车子在无需使用时可以出门帮主人赚钱 对比Master Plan第一部曲的几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达成 在第二部曲中虽然不能说完美但也算达成了蛮大的一部分 像烫能屋顶的部分透过当年并购Solar City 与特斯拉接着不断的推出各种屋顶以及储能装置 计划确实是有实现 我家自己的烫能板也从当年的Solar City变成了特斯拉 另外2016年后特斯拉陆续推出Model 3 Model Y 以及Semi大拖车 于几个月前才开始交车的Cybertruck 增加了特斯拉不少的车种 当然这部分还有努力的空间 像是更便宜的小行车 家庭用的乡行车市场 相信在我上次影片聊到的 特斯拉即将推出的新车种 应该马上就能补齐 而自动驾驶的部分 如果根据特斯拉近期发布的安全报告 在启动autopilot的时候 发生事故的几率是比真人驾驶还要低了不少 但这样算已经达到自驾比人类驾驶还要更安全了吗 我自己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 更不用说目前我们的车还没办法 在我们不使用时能够帮我们出门赚钱 这也正是特斯拉还在努力的部分 所以其实回头来看 多年前看似天马行空的计划 其实达成率真的还不算低 而去年3月才发表的Master Plan第三部曲 用一句话总结 就是让地球完全通往可以永续能源的道路 由于时间才过没多久 现在要说是否实现还有点太早 但我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真 而现在马斯克又宣布 他正在制定特斯拉的Master Plan第四部曲 虽然他并没有说明计划的内容 但我猜应该是与AI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有关联 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呢 关于第四部曲 马斯克会带来什么样的计划 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踊跃留言 我们就看看哪位朋友可以完全命中马斯克的想法 不过我想身为投资人应该很开心看到 马斯克又开始回神赞助在特斯拉上了 但也确实啊 特斯拉真的是需要马斯克尽快回房 严格来讲其实不止特斯拉 应该说现在整个电动车市场 在目前高利率且竞争家具的环境下 大家其实都不好过 各位看看这张由网友所整理出来的图表有多吓人 这些全部都是电动车厂 各家公司的股价 由最高点到今年6月的成绩 其中许多家已经宣布倒闭 包含了曾经胸怀大志 想当特斯拉杀手的Fisker 也不幸在近日申请了破产保护 这间美国的新创电动车品牌 是由曾经担任特斯拉设计顾问的 Henrik Fisker所创立的 他采取下Apple以外包的方式来进行生产 并自诩为汽车界中的苹果 但很不幸由于外包的方式导致生产品质不稳定 加上许多软硬体维修等问题 所以这几年来饱受亏损以及现金短缺 即便之前大降价 出售旗下的电动车来寻求变现 但最终不幸于这周一正式宣布破产 这张表上的破产公司又再添一间 而看看下面其他的公司 算颇具知名度的Lucid Rivion Neo 以及小鹏汽车 他们的股价都从最高点 蒸发掉90%以上 其中因为我自己对Rivion的车是蛮有兴趣的 但让我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 也是担心他们倒闭的风险 但自从他们宣布要推出R2 R3等评价车款后 市场的反应非常良好 我相信只要他们能撑到开始交车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应该这阵子也会去试成 他们刚出炉的第二代R1S 来看看会不会有心动的感觉 相较之下 特斯拉只蒸发了55% 是不是相对已经算好了呢 不过有鉴于最近AI相关的公司 股价暴涨的态势 特斯拉明显并没有搭上车 所以还是同样的老问题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特斯拉是一间制车公司 能源公司还是科技公司呢 更切确的问 它属于一间AI公司吗 因为根据认定的不同 会大幅影响到这间公司的估值 不过看到这个图表 也真的是有够吓人的 希望我这边没有观众 过去几年是全部重压在电动车上 不然这阵子心情应该是蛮不好的 对于投资 我是比较偏向长期且保守 因为年轻时也受到了不少的教训 所以过去这七八年 我已经学会不再跟风 以前我也常说啊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而且长期来看 很难有一间公司能够永远保持在不断上涨的 所以即便我的频道是聊电动车为主 但这几年我也常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投资是以大盘居多 不但绩效不错之外 像现在每股又屡屡突破历史新高 更重要的是 不会造成我任何压力 让我可以把精神更专注在我的本业 创造更多的收入 再进行更多的投资 不过如果你想找一个真正稳赚不赔的投资的话 目前开富途账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各位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的朋友 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报酬 像在美国只要有事按码 入金1000块美金以上 就可以直接抽15股股票 其中价值最高可达2000块美金 另外账户里的闲置金额 除了可拿超高5.1%的利息之外 前三个月更加码到夸张的8.1% 这个就是真正稳赚不赔的投资啦 记得一定要透过下方的链接去申请 才有这样的好康哦 有资格却还没申请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了 而许多认为特斯拉应该属于 一间AI公司的朋友 应该都是看好FSD 未来能发展的无线潜能 但随着这么多年过去了 虽然目前已进步不少 目前特斯拉的FSD 依旧是在level2的等级 只能算是辅助驾驶 离真正的无人自动驾驶 还差很远 而在不久之后的V12.4.1版 好不容易我们总算能够实现 手无需辅助方向盘的能力 不过目光还是得实实看着路面就是了 而对照过去总把自驾 讲得正天尬想的特斯拉 其他车厂也默默开始在进行研发 而且说法也都相对保守许多 像是福特的Blue Cruise系统 虽然与特斯拉一样 在level2的辅助驾驶等级 但早已达到可以解放双手 无需手握住方向盘的程度 并且在2023年的消费者报告中 关于自驾系统的评比 福特是获得了冠军 而特斯拉则是位于第七名 说真的这一点我是有点意外的哦 而近日福特的CEO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 福特已经越来越接近 可以把视线移开路面的程度 也就是level3的自动驾驶能力 目前他们公司的原型阶段 已经能够达到 大约在两年的时间 将可以推广到一般的电动车上 我自己一直认为 从level2跨到level3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 因为这正式界定车辆 到底有没有自动驾驶能力的依据 所以我真的也非常期待 特斯拉的FSD能够早日进到下一个阶段 我不求像马斯克说的一样 什么年底就可以达到level5 无人自驾这样的梦想 但至少先来到level3 让我们开车时可以放心 且合法的看看电影 回个讯息 这对驾驶体验而言 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变了 但也由于自驾能力上 其他车厂不断的追进 或许这也能解释 为何特斯拉的股价 从高点被大幅腰斩 而过去这一周 即便股东大会上 马斯克再度抛出许多的愿景 以及宣布开始建造他的 Master Plan的第四部曲 但在股价的反应 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热络 这确实也是所有特斯拉投资人 会比较担心的地方 另外关键中的关键 还是车辆卖不卖的出去 不知道各位在购买产品时 它的产力在哪 是否会影响到你的购买决定 我知道有些人很在意这些 像在美国和台湾 不少的产品都是打着 Made in USA和Made in Taiwan为招牌 而各位知道吗 特斯拉在美国名列最多 为美国制造汽车榜首的 正是特斯拉的Model Y 根据Cars.com的最新 美国制造指数数据 特斯拉的Model Y 再度荣登了榜首 没错是再度 因为去年的冠军 也是Model Y 但不同的是 去年前四名 全部都是由特斯拉包办 但今年2到4名已经换人 不过特斯拉的Model S 与Model X 依旧是名列在前十名中 但Model 3 则是大幅滑落到了 第21名 我想这根电池包与劳动力 使用较多是来自中国的部分 是造成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比较意外的是 Cybertruck 竟然没有进入到前十名 各位想要看完整名单的朋友 我把Cars.com的统计网页连结 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 但也由于Model 3 尤其在电池包的部分 不管是原物料或者人工 来自中国的乘风过高 之前除了性能版之外 其他两款都不符合 美国联邦退税的资格 我猜明显导致消费者 购车意愿大幅降低 即便是新的换新版 多了许多新功能 但在考量到退税之后 一样是长程版的Model Y 反而还比Model 3便宜了不少 在前的面前 相信不少消费者 最终还是选择了Model Y 所以特斯拉 应该是在电池包的部分 做了些调整 现在换新版Model 3的长程版 总算也符合了联邦退税资格 立马省了7500块美金 等于售价也降到了4万美金左右 这其实是个非常不错的deal 不过背后我们看不到的 想必是成本需要微幅上升 但这对待美国的消费者来说 是一大福音 不然之前原本想买Model 3长程版的人 要么直接上可退税的性能版 价钱基本是一样 又或者敢买Model Y长程版 还可以省更多钱 我实在不知道 有谁还会购买Model 3长程版了 但同时有没有看到电动车市场的竞争依旧激烈 不过身为消费者的我 觉得这是好事啊 不知道这边 有没有美国的朋友 打算要入手Model 3长程版了呢 期待未来 我们会有更多 优质且便宜的电动车可以选择 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 感谢各位在下面帮我按赞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追踪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也请把追踪键给按下去哦 有资格可以领富途15股免费股票 以及超高利息的朋友 也千万别错过了 我们在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